大家有沒有吃過部隊鍋 其實這就是我非常喜愛的一種宵夜 宵夜吃部隊鍋 凍冰冰的 然後再吃完之後 全身暖暖暖就很好睡 今天就是為大家介紹韓式部隊鍋 材料有 新辣麵 蘿蔔 娃娃菜 午餐肉 芝士 泡菜 年糕 韓式辣醬 第一樣 要切的材料就切碎 例如蘿蔔 去皮 切片 午餐肉 切片 娃娃菜 喜歡的話就把葉拔出來 不喜歡的話就可以切碎 或者整塊放進去 都OK的 跟著呢 水滾了 我們就可以把要煮一會兒的東西放進去 例如 蘿蔔 和 蓮膏 加些泡菜 下去 那些娃娃菜呢 其實就不用那麼快下 午餐肉呢 反而可以早點下 因為令到它的油份滲出來 真的好吃很多 那現在沒有什麼味道的 所以呢 就連除 一大匙的韓式辣醬下去 其實有一件事是很應該放的 不過我今天只是買不到 走運都買不到 就是大蔥 把大蔥斜切放下去 整件事才會像樣 但真的買不到 我也沒辦法 跟著呢 我們還可以放麵 平時這個份量呢 我會放一個麵 但今天你在鏡頭背後是看到有 一些朋友在這裡 還有我們的攝製隊呢 其實你不要看我們這個節目 好像很簡單一樣 其實都是1 2 3 4 5 有5人的攝製隊來的 所以我們要放兩個麵 麵碎當然要倒下去 那這些新南麵的湯粉 放不放好呢 當然放了 最後呢 就放了一些菜在旁邊 因為是蛙蛙菜呢 其實不用煮那麼久 然後就是最後一件令人非常期待的事 就是在中間那裡 加大量的芝士 然後蓋著它 鑑生焗 焗勻的芝士 當然你要調整一個準確的時間 焗得均勻的芝士 但是呢 你又不要弄好麵 都淋了 這個呢 就要靠經驗了 通常一個新南麵 就煮得久一點的 要大約5分鐘 那我們就放下去3分鐘 關火 放些芝士 這樣再焗兩分鐘 就會變成這樣 哇 你看看芝士 你看看芝士 你說 紅冰冰的時候 吃這個做宵夜 是不是很幸福呢 我先吃吧 Bye